最近的超行韓劇《飛翔律師》與鸚鵡 吐了硬吐了霧 大家有看嗎? 不知道你們是否跟我一樣 對於她過去的作品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其實她的上一部電視劇是古裝片叫《獵幕》 它在裡面是一人分屍兩角 簡直人漂亮演技也是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會對於這樣子的美女的記憶點不太深刻呢? 其實在我們的美學裡面來說 蒲安斌她是標準的皮像美美女 那美的特徵就是她臉上的靈角通常不太多 眼睛通常都是比較裝眼皮帶眼睛 然後頭比較有肉一點 嘴巴小小的 通常給人的感覺是甜美可人的 這樣子的形象會給人非常驚豔的感覺 但是相對的記憶點會小了一點點 演員來說她們的可塑性是比較高的 造型可以多變 所以你會發現 一般演第一女主角的都是皮像美的美女哦 那古像美的代表人物有哪些呢? 我們下一支影片來看看